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型烫 也属于机制烫的一种 它的主要生产过程是利用这种碎烫渣 烫末 烫块 然后经过粉碎 把它破碎成10到200目之间都可以 之后我们再将破碎好的物料输送到高速搅拌机 再加入一定量的浄火剂 然后再加入水 启动搅拌机 让其充分搅拌均匀 代料完全熟化后 即可放出 通过输送袋输送到分料搅拌机 再由我们的分料机定量给我们的置半机 进行一个定量给料 置半机通过挤要成型 切断成我们想要的长度 然后进行一个装盘上架 之后我们再将整架烫送入烘干房 进行一个烘干处理 因为刚挤压出来的形态 它的含水率是在45%到55%之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烘干处理 带它的水分达到6%以下 烘干就可以结束了 刚出烘干房的汤 我们需要带它完全冷却之后 才能装箱打包 以上就是型烫 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完整流程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对做烫卖烫感兴趣的话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行业的现状